中共當局持續扶植電動車產業 造成產能過剩 而最新數據顯示 全球電動車銷售近兩個月以來是快速降溫 跌幅超過兩成 而中國是更為慘烈 原本在中國有超過100家的電動車公司 經過廝殺淘汰之後只剩20家 問請教台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范家中教授 應您觀察今年中國電動車是否面臨更加激烈的重組 未來發展有哪些挑戰 請教您看法 中國電動車出口的問題 已經引起了歐洲跟美國政府非常嚴重的關切 可能會採取一些措施 去限制中國電動車出口 那講到這個事情 事實上電動車不是中國唯一引起爭議的例子 從近期的例子來看 就是過去十幾年來二十年來的例子 就是包括早期的太陽能跟面板的產業 也是有同樣的爭議 那到近期譬如晶片業還有就是最近的電動車產業 都是有一個脈絡下來的一些中國產業政策 所引發爭議的一些現象 好 那這些現象是怎麼出現呢 基本上就是中共當局對於產業發展 還是停留在大躍進的思維裡面 大躍進的思維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又透過國家的動員的力量 去把大量的資源生產資源集中在 它想要發展一個特定產業上面 就是我剛剛講過那幾個產業都是最近的例子 那麼這樣的做法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它有嚴重的浪費 那嚴重的浪費就是事實上它把資源集中 大量的資源集中在某一個產業 譬如透過現金補貼 透過其他非現金的一些優惠 包括租稅優惠 還包括貸款 其他的特許的一些措施 去補助特定的產業跟特定的公司去發展 這樣的一個現象 它的一個 它的資源浪費的現象是怎麼出現的呢 就是它事實上 第一個呢 它的這個引導 它事實上透過政策的這個誘因 去引導產業發展 跟市場導向所提供的誘因 會有一個很大的出入 那市場導向當然就是 就是在這個公司的利潤 怎麼樣創造出好的商品 好的服務 爭取更大的客戶 市場份額 還有就是控制風險 分散風險上去做調整 這就是市場導向的這個產業發展 這個正常的模式 那中國的模式不是這樣 它就是讓大家通通一窩蜂的 這個投入幾百家產業 投入它政府想要指導的產業 然後在裡面去透過嚴重的內卷 產生出競爭者 那這個當然最透過競爭者 看起來好像是在賺錢 但實際上呢 如果把政府的補貼拿掉 中國的那個以電動車為例子 那幾個這個電動車發展最成功的那幾個企業 其實都是賬面上都是虧錢的 都是虧錢的 那而且包括之前 我們我們的例子就是 包括太陽能 還包括面板的產業 我們也發現 其實並沒有創造出 雖然領了這麼多政府的這個補助 也花了政府這麼多錢 也沒有創造出 真的有國際競爭力的好的產業 那麼這跟這個歐美 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 這個發展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 那另外呢這樣的一個例子很大的一個問題 中國這樣的一個措施很大的問題 會引起國際上的紛爭 那最近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美國這個拜登政府已經 已經 表示要對這個電動 中國電動車採取某些措施 那歐洲有類似的做法 就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如果一個中共這個政策 不在這邊改弦預測 去follow國際的規則 而是不斷的去挑戰 去顛覆國際的這個 這個貿易的秩序的話 這樣的紛爭 會對中國帶來很大很大的壞處